你 郭城 你没事吧 你出声了 今天邀请各位媒体朋友过来 想要澄清一下 我知道大家对于一家未来的走向 十分地关心 我去找你 主机 我现在在办事了 不妨卫姐那会儿带会儿给你 你到底在干吗呀 我碰到了一个服务员 她好像也不是这儿的愿望 我现在心里特别有空灌的 我 你在干吗 我 我是新来的服务员 我好像有点迷路的 你要去哪儿 我带你去 我好像想起来了 应该是这边 你干吗 别过来 别过来 我报警了 你我怎么了 别过来 你不行 你没办法 没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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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大概这么高 没有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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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可能是刚才咱们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的没事 走 赶紧去处理伤口 不用了 赶紧去包扎 那这个人怎么办呀 一看他就有问题 先不管他 我打电话给苏源 他会来处理 就在那边 你要再给我 一 李宗盛 你没事吧 怎么没有人关心一下我有没有事好呀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我怎么总是最倒霉的 林总 你们怎么进来的 到底什么情况 谁说 打人门别的人 发生什么事了 他又是谁 苏董 这个人假冒员光混进来 目的恐怕不纯 林小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邀请名单上好像没有你们 这件事情我很抱歉 但有样东西 我必须给大家看一下 是油漆 是油漆 你把这桶油漆藏在礼品里面 想要干什么 苏美和啊 都是你把我爸害到住院的 像你这样的无良奸商 早晚要受到报应的 苏董 他是什么人 为什么邪私报复 是一家惹涉官司了吗 请问商责什么意思 麻烦苏董您解释一下 不方便回答 那你好 来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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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场鸿门宴 我敢肯定康总暗自使用了手段 如果不终止记者会的话 你会调进他的轩套 点选一会儿